一次出國去工作 然後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我們折騰很久 就是班機也延遲 然後到了那邊又發現 我們原訂的飯店竟然沒有訂到 沒有留我們的房間 所以我只好就跟我公司的助理 我們兩個就是拖著行李很重 然後又要去找另外一個旅館 就是找另外一間是小旅館 因為飯店都沒房間了 一進去我們就想說就是 因為兩張單人床嘛 然後一張是靠牆壁 另外一張就是算是在中間的位置 那靠牆壁的旁邊 它就是一間廁所 對 尷尬的是它的那個洗澡全都是透明的 好險還有窗簾還可以拉一下 小旅店那種啦 對… 然後那時候我經常就說 我助理就說你趕快先去洗澡 因為明天很早要洗 我說好 那我洗完出來之後 我就要吹頭髮嘛 那時候我其實已經隱形眼鏡什麼 我都已經拔掉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吹頭髮 然後吹的時候我就在那邊跟她講說 今天真的是很衰 就還要稍微抱怨一下今天的事情 邊說的時候我就想 妳還不趕快去洗澡嗎 萬一妳也睡過頭 我們兩個都一起沒有聽到那什麼 就是沒有聽到鬧鈴怎麼辦 我就一直說妳要不趕快去洗澡 然後我就一直在那邊弄自己的 自己的頭髮弄弄洗的這樣 然後當我吹完頭髮的時候 我就想說不對啊 就是水是開的聲音 所以我就覺得不對啊 那我剛剛就坐在床上的那一個人 是誰 所以我就回頭看的時候 床上是沒有人的 沒有人 對 然後 所以後來我就一直很緊張 我就只好站在那個廁所旁邊 就一直在等我助理趕快出來 因為我就開始害怕 我就不敢回床上 然後助理出來就說妳幹嘛 我說妳剛剛是 等我吹完頭髮才去洗 就是還是吹頭髮中間還是什麼事 他說沒有啊 那妳一出來我就趕快進去洗啦 我就很緊張 然後 可是我也不敢跟他說 因為我怕他也會怕 對 然後就在他床上是不是 我就想說好 對 我就忍著 我想說好 那我就去睡覺 半夜睡一睡 我怎麼了 那種超誇張 然後我一醒來的時候 旁邊床上沒人 助理就在門口說 妳趕快出來 妳快出來 在門邊啦 對 她在門邊 他說她醒來的時候 因為她覺得好像有人在注視著她 她醒來的時候 他說看到一個人站在 我跟她的床邊 可是她其實是在我旁邊這樣子 在看妳這樣 對 然後後來她看到 可是我其實我睜開眼 我是沒有看到 然後出去之後我們就在大廳 我們其實也有跟就是 服務員就是講這些事情 他們就講說 沒有啊 不會有這些事啊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通常都是打掃的阿姨 就是可能那種 就會漏了空風 對 她就會跑過來說 她只淡淡的講了一句話 然後她就悠悠說 這裡以前就有火災 拉皮的 就是 老屋拉皮 對 所以以前有過人在這裡 對